好這幾天天氣是越來越熱 家裡有用電量也跟著攀高 要怎麼樣用最省錢的方式 來使用24小時都在運轉的冰箱 其實有小Pepper 就能夠省下不少電費 像是減少開開關關的次數 還有冰箱內的擺放食物也是有技巧的 專家提醒 最好呢是擺八分滿 除了能夠保持鮮度之外 冷度均勻也能夠減少 壓縮機運轉 天氣一熱呢不少人可能就是開著冰箱 開始找食物一會兒可能是拿飲料 一會兒又想吃冰瓶 不過呢你知道嗎 你可能這樣一開一關之間 讓你的冰箱更加耗電 溫度攀高冰箱開開關關次數 也跟著頻繁冷空氣一散 壓縮機就得多運轉十多分鐘 這時你的荷包也跟著失血 不過一個小動作就能幫你省小錢 為了保持冷藏效果 特別拿到東西就往冰箱塞 出動物應該只放八分滿 才能使冷度均勻 擺東西的時候盡量擺到八分滿 不要擺到全滿 然後最好不要去阻塞到 它後面的出風口 不然會影響到那個人流的對流 會讓冰箱本身來講會更耗電 除了塞有技巧 也得配合食物分裝法 將每餐要設亮分裝夾鏈帶或密封盒 拿取時輕鬆又快速 5秒拿去千萬不要拉長開冰箱時間 除了箱內擺放細節 冰箱位置要是擺錯了 耗電量同樣驚人 盡量兩旁邊 都保留五公分的那個空隙 因為現在的冰箱散熱 最主要都坐在兩邊 你冰箱要是散熱好 本身來講 冰箱也會比較省電 好的散熱效果 提高運轉效率 民眾只要多注意 打開冰箱門快狠卷 隨手的每一個小步驟 都能幫你省下客觀電費 至於分析我兩回台北財富摩托